大家好,我是Den 去普面にドラワッタ 是韓国非常有人气的综艺节目 其中Sam Hamilton的两个孩子 William跟Bentley 因为可爱的长相、行动 而收到了很多观众们的喜爱 而且因为William公开表白过 自己入坑了澎湯苑丹的ADEM 爸爸Sam Hamilton也是多次在Twitter 上传了孩子们是澎湯苑丹粉丝的内容 所以也收到了很多韩国阿民们的支持 但是在12月26号 Sam Hamilton在Twitter上公开了 自己收到的自称是澎湯苑丹粉丝 传送的DM截图后留言 这种私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你好,我也是Sam家人以及PTS的粉丝 Sam家人也喜欢PTS让我非常高兴 其实是看到Twitter后这样传送信息的 Twitter上虽然有很多阿民 但是也有很多黑粉以及很坏的人 所以希望您尽可能的不要使用Twitter 如果要使用的话 希望您能无视那些人 然后因为顾虑想要提醒您 常常提起旁摊的话 会有觉得不舒服的人 希望您能参考 如果我的私信觉得不舒服的话 向您道歉 虽然父母有在好好教养 但是他们是受到很多喜爱的孩子们 也因为我听到了一些话 所以三思后才像您说的 我很喜欢两个孩子 会永远支持你们 所以这位网友是在说 自己虽然喜欢PTS 但是Twitter上有很多不喜欢PTS的人 所以希望Sam Hamilton不要常常提起PTS 尽可能的话也不要使用Twitter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根本就是假装自己是粉丝 给PTS在招黑粉 我也是看了这个新闻 真的觉得很傻眼 自己不舒服就不要看啊 管鞋是管到家了 应该是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 所以才会公开吧 能理解是因为Twitter上真的有很多奇怪的人 但是有什么资格要求不要使用Twitter呢 过度的干涉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但是也有少部分这样的留言 Twitter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疯子们 所以有可能是真的在担心呢 就这样公开私讯的话 有点不应该 只有我觉得是真的在担心吗 很可能会被说 Sam Hamilton在利用旁摊 所以不要让他伤心而已啊 其实之前PTS也有提到过William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身为粉丝 只要有人好意提到自家粉丝的话 怎么会不高兴呢 再说想黑你的黑粉 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找理由黑你的 所以这真的是有点不必要的担心 对于这位网友的私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从2008年开始 每年都会在世界各地举行 SM Town Live演唱会的SM家族们 2021年1月1号下午1点 会在VLive YouTube Twitter Facebook TikTok等平台 举行线上演唱会 这次演唱会出演的歌手有 不过在这里最重要的是 这次的演唱会是为了安慰 因为疫情而度过辛苦时间的 全世界的粉丝们 能传递希望给他们 所以决定免费进行 也就是说 大家都可以在家 用自己喜欢的平台 免费的看SM家族演唱会 SM家族粉丝们 K-POP粉丝们 千万别错过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Reno Concilium Sumino 在12月25号26号 隔着一天打开了直播 因为粉丝给Somino留言 最近很流行的 骗爱豆们撒娇的 闭左眼戳右脸的梗 粉丝 闭着左眼就很难用 右手指戳右脸 很有眼色的Somino 这倒是粉丝在骗撒娇 敷衍的闭上眼睛后 左右脸都戳一下后 堵着嘴比了个V 然后在26号Concilium直播的时候 粉丝 闭着左眼就很难用 右手指戳右脸 Concilium很努力的做这个动作 可以啊 每个人都可以的 然后再看到粉丝们留言 啊也有不会的人 看来我摸我爸可以啊 之后突然惊讶的Concilium 不行吗 不行 真的 啊对不起 如果有人不行的话 我先道歉 Concilium觉得自己刚才说的 可以啊 每个人都可以的 这句话可能会对 真的不行的人 感觉到有无视的感觉 所以就马上道歉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啊是吧 Concilium好可爱 之前在哪里看到说 Concilium是很有颜色的职业idol Concilium是没有颜色 却很有礼貌的idol 看来是真的 用这个就能知道 Yunner的整个风格了 如果能换一样东西的话 Concilium世界的偏见 金字幕手机 意思问 存款余额 聪明龙 让手变更大 嘿嘿嘿 Tiffany 祝你生日快乐 17日 生日 今天的音频组 来到这里 我得下次 嘿嘿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